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是远嫁还是进嫁,姑娘都会幸福的 有句话说,打狗也要看看主人 有时候对远嫁的姑娘来说,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会直接影响到她在婆家的地位 虽说很多人都知道做人不该视力,不该以貌取人 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做到这样的人,也不是很多的 对于出嫁的姑娘来说,娘家是她的依靠 因为有了这个依靠,她才能更好地在婆家站住脚 所以当姑娘在婆家受了委屈,娘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一定要替她出头,帮助她渡过难关 观众,郑迪欣的小姑子就是远嫁的 当初小姑子结婚时,郑迪欣的婆婆一再反对 她怕女儿远嫁会不幸福 但小姑子和男友非常相爱 两个人谁也不愿意离开谁 一个非你不娶,一个非你不嫁 最后郑迪欣的婆婆只能同意了女儿的婚事 小姑子就高高兴兴地嫁到婆家去了 小姑子的婆家条件一般 公婆都是普通工人 小姑子的老公是个司机 小夫妻俩买不起单独的婚房 就跟公婆住在一起 小姑子的婆婆为人很刻薄 说话总是带着刺儿 所以小姑子没少受她的委屈 但那时郑迪欣的公婆都还健在 虽说小姑子是远嫁的 但她公婆还不敢对她太过分 后来郑迪欣的公婆相继都去世了 又加上小姑子是原嫁 小姑子的婆婆就对她越来越过分了 小姑子的老公为了多挣一些钱 干起了长途运输的工作 就没法在家里护着小姑子了 小姑子性格比较弱 每次婆婆找她麻烦之后 她除了哭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她不敢向老公诉苦 怕老公跑长途运输时分心 那就很容易出车祸 郑迪欣和老公也知道 小姑子在婆家经常受委屈 可他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小姑子 说起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精 郑迪欣和老公对于小姑子家来说 也是一个外人 外人就不好随便插手别人家的家务事 后来小姑子的婆婆又一次找儿媳的麻烦 使小姑子实在是人无可忍了 婆媳俩就大吵了一架 吵完架之后 小姑子的老公正好回来 婆婆就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的向儿子诉苦 海天又家做的静说儿媳的坏话 小姑子的老公听了母亲的话 一时冲动就打了小姑子一发掌 这是她第一次打小姑子 虽说以往婆婆对小姑子不好 但老公对小姑子还是挺好的 没有想到现在老公竟然为了婆婆 直接动手打小姑子了 小姑子伤心不已 正在这时 郑迪欣有事打电话给小姑子 结果就听说小姑子被打了 郑迪欣立刻起得不行了 小姑子的婆家竟然动手打小姑子 这以后还怎么过 于是郑迪欣马上让老公 去叫了二十多个亲戚朋友 然后开了一辆面包车 连夜赶去小姑子家 小姑子的婆家人 没想到儿媳的娘家 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个人 还气势汹汹的 他们又惊讶又害怕 郑迪欣的老公向来不太会说话 所以就郑迪欣开口了 郑迪欣很严肃的 对小姑子的公婆说 亲家 我公婆已经去世了 老话说长兄为父 长嫂如母 如果小姑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哥嫂会代替父母管教她 还轮不到你们来打她 现在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以至于你们要让儿子打她 小姑子的公婆 早已经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一直不停地陪礼道歉着 小姑子的老公 其实打完老婆后就后悔了 现在见大舅子夫妻俩 带着这么多人来逃说法 她就更是自责不已 一连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 这事之后 婆家人就再也不敢对小姑子怎样了 婆婆也不再找儿媳的麻烦 后来没过多久 小姑子夫妻俩就买了房子 搬出去单过了 老公对她也很好 再也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 小姑子一直非常感激 哥嫂为她出头 尤其是姑嫂子对她 公婆说的那一番话 让她非常的感动 也正因为有哥嫂在给她撑腰 后来她变得越来越自行 也懂得在婆家 要捍卫自己的地位了 有娘家撑腰的姑娘 婆家就不敢对她太过分 这正如那句打狗 也要看看主任一样 当然把姑娘比作狗是不恰当的 但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远嫁的姑娘 为什么更容易受到婆家的欺负 就是因为娘家太远 没法帮姑娘撑腰 婆家人就肆无忌惮了 郑迪欣听说小姑子被打之后 之所以让老公叫上 二十多个亲戚朋友 要连夜赶去小姑子家 并不是让亲戚朋友 去小姑子家打架 而是想在气势上 给小姑子的婆家一些压力 让他们知道 小姑子的身后也是有人的 他们不能随便打小姑子 试想如果郑迪欣和老公 没带人去帮小姑子撑腰 那小姑子在婆家的生活会怎样 恐怕婆家会更加越来越过分 因为人性都是得寸进尺的 第一次家暴没有付出代价 男的胆子就会大起来 就会有第二次 第三次 父母不在了 小姑子在婆家受到委屈之后 娘家哥嫂挺身而出 这就是血脉亲情 姑娘嫁到婆家之后 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 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姑娘要记住 该强硬的地方就要强硬 该温柔的地方就要温柔 一味的柔弱 只会被人欺负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就算是你也要有三分吐气 为什么要委屈了自己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